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说 双方在能源 运输 金融等多个领域 签署了多项合作搭单 不过 其中最招人眼求的 当属法国的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 与中方签订了一项宏伟的太空合作协议 法国人将在2023至2024年间 搭乘中国的嫦娥六号月球探测器 与中国人一起探索月球 不仅如此 在运输领域 法国知名的民航客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也收获了中国一份价值高达350亿美元的的丰厚订单 其中包括290架空客A320系列单通道客机 和10架A350宽体客机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在中国因为安全顾虑 而宣布暂时停位波音公司的波音737MAX8G型号 一些西方媒体是曾炒作阴谋论称 中国此举是为了给国产的C919客机铺路 好用中国的国产客机 将外国飞机挤出中国市场 所以 这笔与法国空客的350亿美元的订单 也等于是澄清了这个无机之谈 并再次证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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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